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体验思维最让我着迷的一点 实际上是它抛开了设计方法 抛开了技术 讲明白了商业的三要素 一个是人 一个是价值 一个是可持续性 同时它要非常完美地衔接了 设计 商业 和科技之间 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就仅仅关注眼前 你这个品牌能提供什么样的产品 什么样的功能 它更会关注说 为什么我要买你的产品 为什么要喜欢你的品牌 为什么我要去跟你的品牌 一起来融入在一起 打造一个品牌故事 所以如何让用户 能够基于功能性的产品之上 来全方位地融入你的品牌 这是未来所有的成功品牌 所必须要去做的一个基本的事情 那么在我们过去服务的 从事用户体验 咨询和设计服务的 大概17年时间当中 其实由各行各业的 很多很多品牌 都已经在不同程度 做这样的事情 有的是汽车行业 有的是文化行业 有的是奢侈品行业 有的是可能其他的一些 服务行业 餐饮行业等等 所以有许多行业 已经在如火如土地进行 这样的一种消费升级时代的 一种整体的品牌体验的创新 那么有个问题是说 虽然所有的企业 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创新 面向用户 用户为中心 但事实上 基于贝恩咨询的一个研究 80%的坐在办公室里面的CEO 他会认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相对于他们的竞争公司相比 是有差异性的 但如果你去面对 那个市场上的普通的消费者 可能只有区区的8%的人会同意 也就是说今天一个企业 它内部通过决策 通过落地 最后做了一系列的产品服务 营销层面的一些动作 企图去差异化 但是实际上 只有8%的东西 可能让消费者感触到了 这就是一个 你做的事情和用户感知的事情 之间的一个gap 这个gap实际上是非常的大 那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我相信 很多人都听说过 小贯茶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 应该实事求是的讲 它在过去的五年左右时间里面 它颠覆了所有人对茶行业的一个认知 首先 它的装法 是小罐装的 里面是每一个罐都是四克 无论是你是任何的任何的一种茶 它是一种通过工业4.0技术 如何进行一个抽氧 包括冲淡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它的这个合法 它的合法是不仅仅 它提供了小罐 它根据CEO办公室的个人场景 和会议室的这个几个人的场景 它提供了不同的茶具 提供这样的一个整体解决方案 最后一点 它的卖法不是以金以两卖 它是以最小单位是十罐 也就是说 你以后你们家的电冰箱里面 可能不会再出现那么多的盛茶 因为基本上原来很多喝茶的人 他家里面到年底会出现大量的盛茶 因为它的卖法是基于至少是半斤 或者是一斤这样的方式在卖 而我们小罐茶它的卖法是按一条十罐 更符合我们的那种生活和办公的一些场景 那么这个案子也是在过去的三四年时间里面 我从零开始一起参与了一个 用体验的方式 如何去打造一个新的新零售的品牌 在一个传统的茶行业 那么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样的人会买小罐茶 因为小罐茶的价格还是听起来会比较高 一罐四克大概五十块钱 也就是说它一斤大概六千多块钱 那么六千多块钱的一斤的茶 如果你去面下一个年纪偏大 平时经常喝茶的人 他肯定觉得是贵的 但是实际上对于可能像三十五岁左右 左边的一些茶小白 他可能买的不是茶叶 他买的是在他的工作或者会客 或者CEO办公室的场景里面的一个代客之茶 是一个礼品茶 所以对这样的场景可能他恰恰好 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基于标准化的品牌 高颜值的设计 以及中等偏上甚至是高端的这样的一个茶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体验 那么很多人会说这个茶是不是有点偏贵 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习惯了新零售的一些人来讲 其实这个茶基本上是不贵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去按照咖啡豆的价格来算的话 那星巴克的这个一杯咖啡的价格实际上是 品牌印价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吧 所以整个实际上他是核心国际是围绕什么样的人 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 你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品牌化的解决方案给他 而他愿意为此而买单 那么事后大概上线一年之后 实际上结合小观察各方面的数据也显示 最终买他茶的人70%以上都在35岁左右 然后其中有52%的人是女性 也就是女性略多于男性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之前 并不仅仅说关注这样的35岁左右的茶小白 他到底喜欢什么颜色 或者喜欢什么样的包装 除了这些一些表象的视觉层面的一些东西以外 我们还关注他在购买前 购买中和购买后 他到底关注什么 可能有的人非常关注这个茶 茶叶拿出来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但有些人他首先关注的是说 这个茶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新的品牌吗 这个品牌有标准价格吗 这个品牌在哪里有 那这些东西可能是作为一个高端礼品茶最基本的东西 因为我相信大多数用户 他没有个人的渠道说 我可以非常低的价格 拿到一个千年老茶或者百年老茶 这是基本上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小罐茶对于可能像我这样的人群 他提供了一种非常可信的行业标准的一种茶的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而这个价值是目前在小罐茶以外 其他品牌都可能无法完全替代的 那么基于这样的人的研究和场景和叙学的研究 我们就定义了小罐茶这个品牌为人体验愿景是什么样子 那么首先在这个框架里面会看到 它的品牌价值是什么 在物质层面是什么 在心理层面是什么 因为所有的消费者都会关注物质的功能和心理的一个感受 那这个部分就组成了品牌价值定位 那么这样的一个价值定位 为了茶行业的整个一个生态 它在这个产品和服务上怎么来创新 它在员工服务行为上怎么来创新 它在线下空间店的环境设计上怎么来创新 以及它在做营销广告的时候 整个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传递如何的信息 然后基于这样的四个维度 我们怎么去统一的设计它的一个一致的品牌原则 然后最后基于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体验设计 最后产生了一个用户端的口碑 这个口碑可能是觉得 哇 这个包装非常的漂亮 这个包装非常的精致 以及它的空间可能非常的颠覆了 很多人对传统长海的认知 更像一个现代的 满足现代年轻商务人士的这样的一个高颜值 这个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包括它在营销端在传达上 它没有去强调它是中国的第一或者怎么样 它更强调了说 它们这个团队过去花了好多年的时间 走遍了中国的深山老林 找到了那么一罐好的茶 小罐茶 所以整个这个品牌 在整个这四个维度上 整个做法都是 基本上是颠覆了传统茶行业的做法 最后成就了小罐茶 这样的一个非常差异化的 颠覆式的一个茶行业的一个品牌 那么最终结果是 我们消费者感受到的是 首先它有它的一个品牌价值定位 其次它在整个四个维度上 第一它的包装和服务 让你感觉非常具备行业标准 非常有价值感 很多用户反馈说 当它拿到这个小罐茶的包装 和小罐茶小罐茶的时候 这个价值感是非常爆棚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 它的仪式感 无论是店的设计 还是在营销广告当中 你都会看到说 整个这个小罐茶是有一群大师 跟小罐茶团队一起打造了 这么样一个基于关系 而不是基于交易的 这样的一个仪式感 那么第三点就是 它在传达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它是有带入故事感的 讲的是整个小罐茶背后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他们怎么做 而不是强调 我们到底有多牛逼 那么最后一点在环境上 那么我相信大家去过 这个茶叶店的人都知道 整个茶叶行业的这个环境 基本上是非常老套的 那么小罐茶的整个一个店的设计 基本上是符合年轻 现代中国商务人士 对新的商务审美的一种感知 所以它的整个一个体验 是基于五感的一个 新的体验店的概念 而不是一个以卖茶为核心 它是以体验茶文化 体验小罐茶文化的 这么一个五感式的体验空间 那么这里就带出了 我们整个今天讲的主题 体验思维当中 一个非常基础的模型 这个模型叫品牌整体体验的模型 那这个模型基本上是六个圈 最左边是我们想做的品牌 到底why 为什么你要做这个品牌 消费者为什么要认同这个品牌 也就是你品牌背后的价值是什么 最右边是人 你这个品牌 你到底想打什么样的人群 没有一个品牌是可以包打天下的 什么样的人 是我真正想去打动的人 那么中间是什么呢 中间是说你通过什么方式 能够让这些人能够充分的感受到 感知到你想表达的这些价值 因为价值是虚的 但是体验可能是真实的 所以消费者如何通过整体体验 来感受到这个品牌的价值 其中包括了刚才讲的 产品与服务 环境 沟通和行为 那这四个维度我们认为是 任何一个行业 最终你的品牌跟消费者之间 是建立连接的四个体验的维度 那么接下来我就想用大概 20到30分钟时间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体验思维里面的三个核心关键词 我们抛开任何设计方法 抛过任何一些概念 我们讲的是说 所有东西最终都要服务于商业 那么商业的三个 就是体验思维下的商业的三个核心关键词 如何能够为未来的新城市人群 创造一个新的关系 车 人 城市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所以它整个就更加偏向于服务 而不是偏向于这个车的本身 因为有一点是非常确定的 无论是在手机行业 还是在汽车行业 未来你想在这个机器上面 挣大量的钱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未来你真正挣钱的机会是说 如何在这个人在用车的两年三年四年甚至五年里面 能够去创造服务价值 然后去争取商业公司应该争取的这个利润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微码的机车里面 无论是我们讲它的会员体系 它的整个线下的零售模式 包括它里面整个信息系统等等 都发生了跟兰药车截然不同的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么以用户为中心 那么它整个的触点也是全生态的 那么包括了线上的 线上自己的和线上别人的 还有线下 线下不仅仅是在整个CS店里面 包括你在维修的时候 你的维修人员会不会有 对吧 以及这些销售顾问人员会不会有 等个就是以用户为中心 微码怎么去构建一个 我们叫全触点 全渠道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来充分的服务不同场景下的消费群体 那么最终比如说 我们在上海红桥国家会展中心 把所有的这些概念 放在了一个样板空间里面 这个空间我们叫微码的品牌体验中心 它是一个1000多平方 层高9米的一个非常沉浸式体验的一个地方 它要讲的不是说我的车卖多少钱 它要讲的是说 如果你未来拥有一辆微码车 你的生活 你的出行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你在上海会具有什么样的出行生活 这是一个让人们有沉浸式的体验 来感知微码品牌 想为新城市人群所打造的 这样的一种未来出行生活方式的一个空间 所以讲到这里就是说 我觉得本质上是说 无论你是做空间设计 还是产品设计交互设计 你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如何让你这个品牌 能够面向你的消费者 能够创造价值 而今天的价值已经不是单一维度的功能 或者单一维度的交互 或单一维度的营销 它是以品牌作为最终的一个核心的载体 然后怎么样从体验的视角 以人为中心去把它整合到一起 形成一个我们叫整体体验 或者Holistic Experience Solution 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只有你用这样的方式去把用户牢牢地抓在这里面 用户才不可能逃离 那么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 我想讲的是说 持续性 就如何你能够让你的品牌绿树长青 而不是昙花一现 在我们的体验思维里面 有一个模型 我们叫用户关系模型 就像一个品牌 就像和人与人之间接触一样 今天我可能不认识你 我经过别人的介绍 或者我通过某种方式 我认识了你 然后我们成了熟人 但是我们熟了以后 我们经常的交往 交往来交往去 最后我们成了朋友 当我们成为朋友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可能成为兄弟 或者另外形式的家人关系 那么一个品牌也是这样的 它刚开始可能通过口碑 可能通过广告 让更多的陌生人知道说 在某个行业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品牌存在 然后这个用户可能会靠近你 靠近你之后 他可能会去进一些接触 这个时候他熟悉了你 然后他可能买了你的产品 或者服务 然后他会不会持续地 卖你产品和服务呢 这就是一个频率的问题 如何让一个低频的熟人 变成一个高频消费的一个朋友 或者一个忠实的一个 一个品牌用户者 这个中间可能是需要做一些 什么样的运营 他跟营销可能不一样 他中的更多的是要做用户运营 那如何在你的产品品牌里面 能让一小拨人成为 能够拥护你品牌 帮你品牌去做传播的 家人式的或者粉丝式的 这样的一些用户呢 那这个我们统称为家人阶段 也就是说 整个就是一个品牌的发展阶段 可能是分不同阶段发展的 刚开始的时候 有些新的品牌 它可能大量的会通过 营销广告或者是线上的种草 来让更多的陌生人了解我 但是通过这种方式 是没有办法促成 一个一个月只消费一次的人 变成一个一个月消费五次的人 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 能够通过整个营销来解决的 也就是不同阶段 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 让我们的用户更加跟我们靠近 所以我这里有句话 我觉得一个 自在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的 这样的公司 它未来本质上 它不是以营销功能产品为主 当然营销功能产品 在前期阶段肯定是非常有用的 立竿见影 但是一个品牌的长期 一定是建立在说 我如何通过我的产品 服务甚至其他的东西 来不断地经营我这个品牌 和人之间的关系 今天我的产品功能绝无仅有 所以很多人用户对我买单 这也是品牌 利用产品功能来经营这个关系 但是大部分行业 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大部分产品差不多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有些品牌 它虽然功能差不多 但它做得非常好的服务 这些服务是成为 这个品牌跟我保持好的关系的根本 甚至这些品牌 未来会不断地基于对我的运营 产生数据 产生新的产品 这也是这个品牌 基于经营用户关系 来保持跟用户之间 长期关系的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们觉得 未来品牌的本质 不是在做功能产品 本来本质是做通过产品 服务等等 来经营我这个品牌 和用户之间的关系 甚至是每隔10年 或者20年 会有新的用户产生 这些新的用户 会不会买单 在10年前建立的 为老用户做的这些事情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很多人可能对直销不太了解 很多人觉得直销 可能是一个非常小的行业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过去的五年时间 我非常有幸地 跟全球的直销巨头 叫安利 它旗下有非常多的产品品牌 他们的产品质量 也非常不错 这样的一家 原来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 完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 直销模式去生存 去做大的 这样一个全球领导企业 它在过去的五六年时间里面 是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 来帮 来让它更好的能够服务 中国的正在年轻化的 升级中的这些人群 那么我们来看这样的一张简单的图 这张图我们叫做是整个一个会员关系的一个规划 或者叫CIM的一个规划 它的最上方是我们的叫Customer Journey 用户旅程 我相信大家做设计的人可能都熟悉 也就是说一个用户从一开始到最后离开 他跟我发生的这些接触点在哪里 是什么样的场景 那我要在哪些点上创造我们的品牌的wall moment 让他感觉到说我们的品牌跟别人很不一样 那这些wall moment是通过什么形式 是通过APP吗 是通过线下的人员吗 还是通过线下的空间 还是通过一个自助设备 甚至通过一个产品 也就是说这个touchpoint是不一样的 那么再往下 它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呢 是一个文字 是一个图片 还是一个互动游戏 甚至是个视频 这个形式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形式背后的content内容是什么 是品牌内容 服务内容 或者是产品功能性内容 这内容又是不一样的 那么再往下 当你的用户在前台 通过这样的触点 跟我发生互动的时候 它会留下什么数据呢 这些数据是一些技术性数据 还是行为数据 还是偏好数据 怎么样把这些数据整合形成标签 以让我们来更好地了解 全好地了解 我们的用户到底是个什么样 他喜欢什么 那这就是我们觉得 这张图就非常好地把 我们的整个前端的服务设计 和触点里面的设计 无论是工业设计 还是视觉设计 还是什么设计 然后中间是运营层 对吧 最下面是数据层 非常好的解释了 一个公司在前台 中台甚至中后台 怎么来进行一个联动 而这个联动最终的结果是 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品牌就非常越来越好地了解 我们的消费者是谁 他们怎么样才能转化到下一个阶段 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我可以更了解他等等 那么当你越来越了解你的用户的时候 你就能提供更多精准的服务 当你能够提供越来越更多精准的 人性化的服务的时候 你的消费者就更愿意跟你互动 这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那通过这样的数字化转型 本质上我们不是就为了改变一个APP 本质上说怎么样保证一个企业 能够在现代的高速的一个时代 能够让我们的品牌更好 更快 更准的服务于我们的消费者 那么最终的这个落点 可能是落在我们的工业设计 或者是空间设计 或者是品牌营销设计等等 但这些东西都是 品牌和用户之间的体验的一部分 那么这里面我就用一张图来解释 体验experience这个词 未来对于很多正在转型升级中的企业 它意味着什么 那首先我们从下往上看 我们所有的设计行业 基本上都在下游 比如说我们的品牌设计 它就属于品牌部管辖下的 我们的数字化APP小程度设计 可能属于数字化部门 甚至是IT部门或者产品部 我们今天的有一些 比如说营销设计 可能是属于Marketing部门 对吧 我们的工业设计 可能是产品部门等等 也就是说 原来所有的设计工种 都是存在于 不同的部门之下的 某个具体的 解决某个很具体的问题的一个工种 但今天的社会 要求我们面向社会 能够形成更加整合式的 能够真正打动消费者的 差异于竞争对手的 这样的一个 solution level的一个设计 这个设计 我们讲的是 整合的体验设计 那么有些整合体验设计 会体现在品牌的升级上 有些是会整合在 整个端到端的服务的创新 有的是整合在 整个数字化转型方面 有的会体现在 如何去做一个 高度数字化 高度互动化的 新空间体验 甚至有的是能够去落在 如何去帮助 做会员的人 或者做管理的人 更好的管理 所有的消费者 到底跟我的互动中满意吗 对吧 我们怎么做 他们才能满意 这就是我们讲的 客户体验的管理机制 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再往上 就是CEO心目中的 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我做设计 不是为了设计本身 我做设计 是为了提升我的体验 提升我的运营效率 提升我的销售 驱动性业务 或者降低运营成本 这些才是本质上 就是C level的人 他关注的话题 我无论是设计也好 技术也好等等 他都是去解决商业问题的手段 不是商业问题的本质 OK 所以我觉得体验 不仅仅是井上添花的事情 体验对于那些 我刚才讲到的行业 或者相似的行业 它一定是一个 长期的CEO的工程 第一 他要CEO牵头 第二 或者是C level的人牵头 第二 它是一个long term的事情 它不是一个做两天 找个大师做个视觉设计 做个什么设计就结束的事情 第三个事情 它是工程性的 也就是说 它跟我们企业里面的前中后台 都是有一定的关联性 只有这样 我觉得才是一个正在转型和升级中的企业 正确看待体验的方式 好 那么前面讲了这么多 后面我就想用一页slide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今天我讲的主要的重点知识内容 那么在这张图上面 大家可以看上中下三个部分 首先我们看上面 我觉得所有的设计 所有的技术 都是为了帮助一个品牌 一个企业 去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到底我应该为什么样的人 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什么样的产品 第二件事情是 我的价值 我这个品牌对用户而言 我存在的价值 除了功能产品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 有服务吗 有价值观吗 提供某种价值共鸣吗 或者提供了某种生活方式吗 这都是有形或者无形的价值 那么第三点 我们的社会在变化 技术在变化 社会在变少 国家在变化 人群也在发生变化 我们接下来都在讨论的问题是说 95后 00后 当他们成为消费主席的时候 他们的需求又会是什么 所以你如何能够保证一个企业 在不同的时间段 都能持续的 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好的服务 好的产品 这就是你公司长期存在的可持续的根本 那么中间讲的是 一个企业 尤其是符合我们这样逻辑的行业 你到底怎么看待体验 体验是不是一个只是 让你从优到更优的东西 还是说是一个系统性的事情 那么我们认为对于很多行业来讲 尤其是符合我们刚才讲的这种逻辑的行业来讲 体验应该是你这个品牌 能够长期赋能面向用户的价值增长的一个利器 这个利器是长期的 是要赋能捧片捧牌价值增长的 而且它的整个一个价值端 并不仅仅在设计落地 甚至在规划端 怎么样以用户中心去横向规划 受钱受众说过这些事情 甚至它会影响你整个品牌的定位 用户的定位等等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间讲的说 体验是长期赋能品牌价值增长 这是一个对体验的一个价值的认知 那么最后下面我觉得是有两条腿 那么因为能够撑得住前面这样几个观点的 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你相不相信 今天你在体验上的投入 不是明天能才能看的回报 可能是在一年后 两年后 三年后 因为相对而言 那种体验的投入 它的回报周期要比营销等等 可能要周期来的长 所以你这个企业家 你这个企业管理团队 你有没有这样的耐心 有没有这样的魄力 你能相信说 很多的东西的回报 它不是立案建议 它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 这是一个价值观念的一个层面的问题 第二点是 我们讲今天为什么 我这样的一个 不是艺术设计出身的人 反而是计算机器出身的人 在这里跟大家大谈设计 大谈整合设计 原因是在于说 今天我们所有的事情 能发生的前提是 数字化已经成为原来非常孤立的 孤岛式的群体 无论是这个设计师 还是那个设计师 连接他们的一个核心的关键 所以企业也是如此 企业如果想服务好 越来越数字化 越来越移动化 越来越信息透明化的 这些用户群体的时候 你要去拥抱数字化 通过数字化 如何去把这些东西整合到一起 为我们的消费者提供一个 非常整合式的 一致性的 能够始终跟用户保持 这样的沟通的 不断的精细化 个性换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转型 所以这两点应该是说 能够支撑前面 无论是体验的长期价值 还是人价值创新的 两个最底层的根本性的认知 最后 我想为我的书做一个简单介绍 那体验思维是我提出的IP 它也是我在2003年研究生毕业以后 一直以来研究实践的结果 那么这个体验思维也是我们注册的IP 那今年四五月份 我的第一本书体验思维 已经由战卢出版社出版了 那么它核心讲的 抛开这些方法 抛开这些技术 核心讲的就是 人价值可持续性 大家也可以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 去关注我们体验思维的官微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希望大家对大家有所启发 我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我们的官微 来跟我们进行更深度的交流 我是黄蜂 我在Dewell等你